俄军连日炮击乌冬战略要地北盾内茨克 鲁干斯克州州长在当地时间24日表示 乌克兰军队已接获命令从北盾内茨克撤离 因为俄军即将占领全城 这是乌国自从马利波沦陷以来最惨烈的一战 俄军一直将北盾内茨克视为主要军事目标 若成功夺取便能掌控顿巴斯地区 北盾内茨克大部分的关键基础建设都已被摧毁 90%的房屋也遭到破坏 而俄军在战场上的斩获不止如此 他们在乌南地区也控制了90%的黑海海岸线 这让乌俄战争前线演变成游击战 在如此危机的情势下 西方国家持续加强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 由美国政府提供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也开始被乌军实战运用 炮轰俄军阵营 另外G7国家的外交与农业部长 24日在德国柏林举行一场粮食安全会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都在会议上指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引发全球粮食危机 所以, there is no reason no reason other than Russia's blockade of Ukraine and Russia's refusal in many cases to export its own grain for political reasons 俄军不顾西方制裁 步步禁闭乌冬各大城 让陷入胶着的乌俄战争 陷全球于危机之中 而且至今仍然看不见镜头 华语新闻谢忠岳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